大家好,欢迎关注环球网科技频道 这就是小米路由一期AX6000 AX6000支持WiFi6增强版 所以它本身是AX3600的增强版 定价599和3600的发售价一样 现在3600降价100元 两款也算是稍稍拉开的差距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AX6000这次加量不加价都增强了什么东西 首先对比一下参数页能看出来5G Wi-Fi的速率翻倍 如果搭配小米11的话 WiFi速率差不多是3.5G 小米号称是夜间最快 截至目前来看也确实是最快 接着全球首发高通的4KQAM 也就是4096 小米1024快了20% 这个需要终端也支持4KQAM 后面陆续会发布的骁龙888处理器的手机都可以 再有支持4x4的162Hz频宽 这个也是需要终端同时支持162Hz才可以 AX3600是2x2的166和4x4的80可选 AX6000我体验的固件是默认开启了4x4的166的 如果你到货的产品没有开启 开启的方法是这样的 还有AX6000升进了一个2.5G的高速网口 这个是否家里有NAS的用户 基本上就是升级了这些 整体看起来不管是AX6000还是AX3600 这些有点小贵的功能比较多的高端产品 适合爱折腾的资深数码粉丝 具体怎么选择呢 当然了AX6000的CPU缩水我也注意到了 但是不用纠结 从中国移动之前做的WiFi6路由器横屏来看 从MU MIMO和频宽角度考虑 AX3600已经很好了 AX6000应该会更好 1GHz的双核肯定也是够用的 大家也可以等一等中国移动后续的评测 所以说AX3600、AX6000随便选 你们都是高端用户 该学会自己做手了 另外小米上快连、游戏加速 Mesh组网等等一应俱全 大家也都知道 我最后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外观 AX6000和AX3600几乎没有差别 把塑料机身的质感做起来了 它的顶部、前面和底部都是散热口 内部放了金属片 所以散热也不用担心 黑金配色很讨喜 身形庞大有气势 放在家里的存在感很强 换句话说比较这地方 它也是6加1的天线 信号覆盖的效果当然是可以了 我做的两屎一星的信号 在死角的位置网速也能上来 不过还是那句话 看你的终端怎么样 比如我的iPhone11 Pro 网络表现显然是比不上小米11的 终端和路由器都是最新的 WiFi6增强版 才能把网速发挥到极致 当然了除了终端 你家里的宽带也得是千兆的 所以买WiFi6路由器的配套成本 还是比较高的 年纪轻轻的你 已经开始关注这种高端路由器了 真是令人羡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发家致富的道德 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